歡迎大家收看Dead or Alive Last Round 5 Dead or Alive Last Round 這個就是法律系列 我們繼續了 我們停了三個星期 上上次停了三個星期 你明白嗎? 知道的人應該明白 上星期開始了 然後現在繼續下去 大家暑假都要學一下法律 不要直接打卡 哈哈哈哈 講這些 那我前一次 上上的影片就開始講雙人罪 雙人罪有很多種 大家如果未知道 我現在再講一次 有四種主要 上上次講第一種 就是普通襲擊 就是不碰人 都可以算是雙人的 只要嚇到人 就算是普通襲擊 上一次就講了這個 普通襲擊的下一個版本 昇華版本 就是呢 就是打到人 兼 令到人擺在人家 一個不健康的狀況 就是要看醫生的 例如瘀了 或者少少流血 但是 今次 這樣呢 今次就是這個 英文叫做 Malicious wounding and grievous bodily harm 中文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意圖 造成身體嚴重傷害 而射擊 企圖射擊 傷人或打人 就是造成 總之你對 對面一個人 敵人 不要敵人 那不應該是打人的 總之你令到一個人 當你是被告 你是打人那個人 你令到對面 受這個 叫什麼 中文真的很害怕 身體嚴重傷害 造成 無論是射擊 槍 或者用武器 或者是 打人 任何方法 總之任何做的 是你做的 你弄成這樣做 總之你做的 令到身體嚴重受傷 但不是死 死就是 死就是 大家分清楚 死過一定是謀殺的 如果不是死 但是重傷的 那就是這個 這條罪 那就是 在第212章 的雙人罪 是17條 那麼 最 高刑罰 是 終身監禁 記住 第三級 普通襲擊 然後 普通襲擊 導致什麼實際傷害 然後到這個 喜歡中 下一個 下一個 這個就是 第三層 那麼 就是這麼簡單 沒什麼 我們還是照舊 一定要 大家知道 所有刑事罪行 我現在是一些民事罪行 都沒說過的 民事就是 告人還錢 簽合約 那些就是民事 就是用錢解決的 但現在不是這些 是政府告你的 這些是商人 不是很嚴重的 OK 那我們 最重要是刑事罪行 最重要是什麼 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Men's Rare 第二件事就是 Axis Rare Axis Rare Axis Rare 就是犯罪動作 Men's Rare 就是犯罪動機 只要那個人做了那件事 有犯罪動機 也有犯罪動作 如果這件事都齊了 動機 動作 這件事都齊了 那兩件事都齊了 它就可以告得入 每一條罪都有不同的動機 還有動作 那這條罪的動作是什麼 很簡單 其實是 他們都說了 全條罪行 意圖造成身體嚴重傷害 而射擊 企圖射擊 傷人或打人 都說出來 但照舊的 我們也說一說吧 那怎樣才算是意圖造成身體嚴重傷害呢? 怎樣才算是嚴重傷害呢?大家猜猜 這個東西呢 是不是一般人可以決定的 是要留給陪審團去決定 究竟這個有沒有導致嚴重...什麼什麼什麼傷害呢? 嚴重人體受傷 你怎麼看? 大家要記住的東西 嚴重人體受傷不一定要是外面外出血的 內臟爆裂 甚至是在精神上的 如果正常人 你弄到他打完他之後 他可能感染了少少傷 但是他怎麼知道原來入了青山痴了線的 或者變成了自閉自閉的 或者是一輩子人植物人 說不到話這些都算是 總之變成了精神病也是有機會算是 Grivis Body Hunt的嚴重人體受傷 所以不是一定要 一眼看得出他被人打到瘀了才算是 所以大家留意這件事 那就... 是咯 我們說一隻Case好嗎? 舉個案例給大家聽 這個...我們今次說的是什麼? 嚴重...超嚴重... 導致超嚴重的人體受傷 第三級的傷人 那...剛才那些我剛才說了 是打人、射擊那些 那些大家都知道 一看就看到不需要什麼案例 射了人當然要拿東西 不用拿東西 但是... 我們舉一個有趣的例子 這個...有趣的案例 就是這個... 有關Psychiatric Illness 這個心理病、精神病 都算是這個... 總之可以觀判了 就算你不是Physically 你不是一拳打下去沒有觸碰他的 就算沒有觸碰到他 你也可以犯了這條傷人罪 那為什麼可以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呢? 就是因為受害人患有嚴重的精神病 那也是有機會放你入這條罪 不要以為你沒有觸碰他 所以這隻案例就叫做R.V.BURSTO OK?是不是這樣? BURSTO 1997的一隻案例 那就是英國 那什麼事呢? 有被告人和受害人 被告人就是男生 而受害人就是女生 那被告人呢? 被告人和受害人 一男一女 大家都知道他們是in a relationship 有一段感情的關係 即是拍拖 那女生是受害人 那女生就飛了他 然後那個男生呢 那個被告人呢 接受不了 然後就設計了很多計劃 有很多周長的計劃 然後連續分手 然後連續八個月呢 都不斷地 我們英文叫做 判斷她的女生 不斷地騷擾 不斷地騷擾 又打電話 又跟著她 然後她做了什麼呢? 他做了什麼? 就是 我拿電話 然後打給她 她聽了 可能133 不讓她知道 然後她就拿電話 然後女生 一定聽 當正常人 因為不知道是誰 喂?喂? 然後那個男生就不出聲 這些叫 silent phone calls 即是不出聲的電話 只有她通了之後 然後 又有另外一個 叫 abusive phone calls 是什麼呢? 就是打了她 不斷地罵她 要是有時候不出聲 要是八個月 每天都是這樣做 然後有時候 就突然之間 那些外國外國的屋 就是一棟一棟一棟 不像香港的地 沒有地 他們有很多地 那些屋就是一棟一棟一棟的 不是一棟一棟 一棟一棟 即是兩三層那些 大家知道 那些是怎樣的呢? 我轉一轉online 太惡忌 即是電腦都贏了 即是有誰贏到 全部都說 那些屋 那些屋 那些屋呢 外面有很多窗口 一定有窗口 大家都知道 外國的屋是怎樣的 其實不需要說 有很多窗口 那些看出去 有一個花園 花園就是鐵閘 鐵閘外面就是街 那男人 就經常在鐵閘裡面 放青鬼 左右左右左右 即是 他離開那八個月 分手後 那八個月 就不斷地見到那個男生 就不斷地在他家屋附近出現 很明顯地在看著他 他不是 他難道真的剛好走過做運動嗎 一定是你 那 然後 之後又做了些什麼呢 就是偷拍他 不斷地拍照 看 去到哪裡都跟著他拍照 跟著他拍照 然後又發出一些信 又發出一些很 令女生覺得不舒服的刊物 一些指定牌 給他的鄰居 然後又說 我很討厭這個女生 這樣 就傳出來 搞到這個女生 最後是 suffer 一個severe depression illness 即是做什麼呢 就是 總之患了精神病 是很嚴重的 差不多不能醫 最後呢 官就決定了 決定了什麼呢 很大的問題 要問自己 還未有這樣的案例 那時候 考驗 考的官要想什麼 究竟 因為從未有這些事情發生過 究竟 如果令到一個女生 受了這個超嚴重精神病 算不算是一個 嚴重人體受傷 即是大家 這麼久以來 那隻案例之前 都是打人 打到出血 打到流血 架了幾個洞 整條刀痕 那些當然 但是 現在如果有這個精神病的出現 即是認證 1997年 開始知道有精神病 這件事 不是說人發瘋 那究竟成不成認呢 你覺得怎麼看 其實我可以說 當然有 最後的官就說 沒錯 精神病 是算是嚴重人體受傷 就是這麼簡單 以後用那隻案例 就可以達出來 那些人就說 就算你走精神病 也算是嚴重人體受傷 不過 記住 要玩這件事 是一定 一定要有醫生證明 要不然不能玩 就是這樣 大家對這個有什麼看法 留言吧 就是這樣 那這次問題 就是總共被人Kill了幾次呢 就是這樣 大家有什麼都可以留言 好樂意解答 就是這樣 就這樣